欢迎收看两集系列节目的下集 介绍网际网路主要创始者之一 高尚的莎莱斯·拉奥博士 他放下个人的事业 义无反顾地寻求解决 地球气候变迁危机的方案 经过一番深入的研究 纳奥博士发现自己与可敬的环境律师 继美国约书大学林月与环境研究学院前院长 古师史贝斯教授的看法一致 史贝斯教授曾说 气候变迁归根究底 是人类的自私贪婪和冷漠所造成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从文化与灵性上彻底改变 由于找不到答案 拉奥博士越来越担心地球的困境 直到2010年 他的孙女齐玛亚诞生 改变了他的观点 在美国奥勒冈州 波特兰市发表演讲时 拉奥博士提到 他第一次把齐玛亚抱在怀里时 突然茅舍转开 这就是我们两个 List 外奥南 lyuk抜 and the forest returned flourished We also must tell a story where we just live as we are and the earth will flourish We must belong exactly as we are because she definitely does belong exactly as she is So I tried to find that story 为了找到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对号入座的故事 纳奥博士深入研究世界各大宗教的灵性教义 在同样那场波特兰的演讲 纳奥博士说 他发现答案就出现在他童年 印度教信仰的预言故事 实现愿望的生命述中 故事中是以孩童作为人类的象征 They wish for sweets and they get them And they gorge on the sweets and they get stomachache They wish for toys and they get them And they play with the toys and they get bored Fancier toys lead to greater boredom And the more they wished, the more miserable they were 纳奥博士说 根据古印度教文献奥义书的记载 故事中的孩童下场很悲惨 因为他们只许愿满足自己的需求 罔顾所有人的利益 圣经里有类似的预言 知善恶述 祂象征我们与上帝分开 遗忘了内心的深爱 在同一场演讲中 祂说明我们要如何做 才能重新找回那个无条件的爱 And in the Upanishes they tell you That that wishing child and the watching child Are inside each one of us That is the duality within us And the purpose of all meditation techniques Is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your watching child And your wishing child So that you can observe your own wishing child And to identify with your watching child Because that is the compassionate detached part of yourself 本身也有打坐的拉奥博士 在其探达摩一书中描述且证明了 他身为纯见证人的喜悦 因为见证人是和善超然却永久喜乐的人 他说这种超凡的喜乐 的确有助于将我们所求 与全能的上帝所愿结合 根据拉奥博士的说法 纯述主义是一铁万灵药 能治当今地球所有弊病 因为他能恢复人的慈悲心 这正是各大宗教的本质 纯述生活不仅能遏止森林砍滑 温室气体的排放和续木月的化学污染 还能将转换过程中所腾出来的放木地 用来进行造林 这可以大为加快地球降温的速度 2018年5月 拉奥博士接受 吴上师电视台采访时说明 如果我们把目前41%的放木地 重新用来造林 可预见的情形是 此外 拉奥博士表示 透过吃纯术 我们将腾出足够土地 来实行知名昆虫学家 继普利之奖得主 爱德华威尔逊博士 于其所著的第32本书 半个地球我们为生命而战中的名字建言 一即将一半的地球交还给野生动物 如此陆地 海洋 空中才会恢复生物多样性 根据拉奥博士所言 纯素饮食也将扭转地球上令人沮丧的 远生动物锐碱情况 在拉奥博士主讲的影片中 他表示到2026年 所有野生动物从地球上消失之前 我们只剩下短短八年的时间能挽救为局 没有兩种目标的 在2014年 医生的华伦部传探 ограф域 昰了一 region記 Communist 中伍 前面 在2040年 殖農曆大部 HOW 掉起来五年 两年後 第二比本 一 attitudeун Smile 你们才会 的小点 纳欧博士对此 纳欧博士对此前景感到担忧 因此启动2026年纯束世界计划 旨在拯救野生动物 并公开向他的孙女保证 野生脊椎动物的数量 到2023年将超过2010年 他出生的那年的数量 纳欧博士还说 纯束主义也会彻底改变 我们严重失衡的社会经济结构 当前是金权正题 财户与权力 全集中在顶端1%的人口手中 纳欧博士表示 续木叶是这个不公正制度的核心 这在他参与共同制作的三部纪录片 人体实验 奶牛阴谋 永远不能说的秘密 及我们的健康中都提出了证明 这三部影片也说明 由于军权正题大为影响决策者 媒体和环保组织 基层的纯束运动 是我们收回潜力的唯一途径 大欧博士表示 一旦我们从毛毛虫文化 蜕变成蝴蝶文化 我们就拥有了基本设备与工具 足以在地球上建立乌托邦 让所有居住者都过着和睦的生活 作为一种试验 他构想并启动了 振奋人心的神圣生命线计划 旨在建立魔幻社区 采行慈悲有机纯束的生活方式 与勇气发展自给自足 及零浪费为原则 他的气候治疗师网站上说 这种魔幻社区首例 正在歌诗大理家筹备中 这里有一个计划 我们会这样做的计划 小的家园园园园园 我们会参与食物 中间会是厨房 我们会参与社区的生活方式 舒适饮食在2015年 化狗巴黎气候高峰会上 他谈及这个议题 我们将以感到的 美洲原住民预言为今天的节目 画下据点 这是2018年 拉奥博士在班杰明 爱尔特博士的播客 改善自身健康 接受采访时 与众心肠的引述 有些年纪肠的引述 有些年纪肠的引述 它说 感谢您观赏今天的节目